巫统雪州俄迈区部今天举行的代表大会 气氛犹如大选前的逝世大会 副首相阿莫扎西坦诚 虽然巫统在雪州已经连续两届区区反对党 但却依然自我感觉良好 没有发挥反对党应有的力量 他警告雪州巫统 必须趁着在野联盟内讧之际抓紧机会 在来届大选重新赢回选民之时 阿莫扎西还提醒所有党员不要再继续内斗 他更要求之前传出不合的 巫统俄迈区部主席和熟理主席两人 当众敏恩仇 而雪州巫统联委会主席诺奥马 则调侃现任雪州大臣阿兹敏 似乎没有信心继续在俄迈选区上阵 他说国阵领袖和基层都应该上下一心 好好利用目前反对党混乱的时期 巫统放眼要在来届大选时 在雪州56个议席中夺下22席 NTT7综合报道 NTT7综合报道 大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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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